那接下来关注到 在我们五一假期的热点的板块方面 首先看到澳门博彩方面 澳门上运的博彩收入 按年是下跌了8% 创下了近三年的最大跌幅 4月份澳门博彩收入是 235.8亿澳门元 按年是跌了8.3% 按月就跌8.7% 连跌两个月 而且是近三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今年首四个月博彩毛收入 累计是997亿澳门元 按年也是下跌了2.4% 那么这一份澳门博彩收入 好像是在突然大 对澳门股的预期升温的情况之下 有点泼冷水的感觉 问一下您会怎么看这个收入情况呢 我觉得说实话 你这个就是也不应该感到太过震惊或者意外 现在看到其实经过大概两年多的 这个反弹复苏之后 澳门博彩业收入现在又来到一个瓶颈了 这个主要是 当然你跟这个很多很多的因素 但是其中一个考虑的 就是说它本身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到的 相对的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比较成熟了 也就是说新的酒店赌场项目 现在正在 还没有就是 这个就是盖好的 还没有开幕的 只剩一家 就比较大型的 里面是澳博的 那么其他的所有的 什么美高煤啊 金沙啊 银河娱乐啊 等等的 所有的它那些的发展的 就是那个就是在计划当中 这个项目的 已经先后落成启用了 也就是到了这个阶段的 就是暂时的 没有这种的一种新的这种的刺激了 那么以后要靠什么呢 就是要靠一些 我觉得啊 非博彩业的项目来吸引大家 就是比方说 就是拉斯维加斯 其实在过去这 这二三十年间 其实做了很多这方面 比如说他什么呢 搞这个大型的展览 博览会啊 他做的很成功 表演 歌星啊 表演也好 什么魔术啦 什么拉斯维加斯过去 什么老虎啊 什么都有是吧 那么那么打拳 比赛这等等 这就是要靠这一类的 那么吸引的是一个大众 而不是一个广靠 比如说一来第一件事 什么都不干 就要进这个赌场 就要在那桌子上 拿着扑克牌 拿着骰子什么 就不一定是要这个形象 是一个综合性的 这个跟这个 其实你看到这个大湾区规划 它的纲要等等 也有这些的定位 那么恐怕呢 我觉得这个 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长线的 就是说你现在广看 这个博彩的这个收入呢 恐怕有一段时间内呢 会比较就是表现一般 那偶尔里面五一啊 或者这个十一啊 偶尔的这些呢 稍微好一丁点 但是呢 我觉得你很难去 就是一直去憧憬 它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或者是持续的这样一个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在现在这个阶段 是比较难了 是 那以您的了解 目前在这个其他的多方位的娱乐方面 哪一间做会比较领先一点的 其实你要均衡的看呢 应该还是这个金沙 做的还不错 也就是说它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说均衡看的意思呢 一个呢就是它呢 比如说这个博彩收入 它这个来源呢 当然你博彩收入就笼统的说啊 那不是都是靠这个赌的 这个就是你的收入吗 但是它这个里面来源呢 比如说你依赖这种大赌客 VIP 它的占比呢相对比较少的 大众的客的 它占比相对高一点 也说人流多呢 对他按道理还是比较有利的 那么大赌客那种呢 是一些很高级的啊 也说他不是 就是这群人 他不一定看什么黄金周 我才来啊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我就来啊 就他们不是这样的 他这是可能是一个 一个比较飘忽的啊 但是他一来呢 他就是几千万 甚至几亿的这个金额 他一个人顶外头 那个厂上千人 都夹在一块都没 没这个赌客厉害啊 但这种呢是很 就是相对是不可靠的 就是他很飘忽 就像刚才所说 他到底什么时候来 有没有人 有没有这种人 上一次来十个 下一次会不会又来 来二十个呢 还是只剩三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变动啊 波动性是很大的啊 那么又说回金沙呢 他呢 你要说他的这个 这个比如酒店的规模啊 比如说他的硬件 展览场地 他的这个 这个 唱歌的 就是那些的场馆的场地啊 就规模啊 他的这个完善程度呢 相对来说 就是其他那几家 他其实有的有的也有 但是相对来说呢 他是做的比较成熟 比较规模比较大 嗯 高盛也称啊 澳伯在成本控制 及收益组合调整上呢 是渐渐成效 带动的毛利率提升到 11.8% 预期呢 会持续的受贿与行业 中厂业务的上升 但是我们看到 摩根士丹利呢 就仍然关注着澳伯业务的 改善能否持续 以及这个路荡项目开业时间 建议呢 是继续减持 而美英美零反而认为呢 无论如何路荡项目 仍会成为澳伯 未来12个月 盈利预测上的 一个上调催化 加上业绩理想呢 将评级调高到买入 目标价呢 是调高近3元 那么澳伯方面 会不会是 您认为是这个 澳门博彩股当中 一个选择呢 这样说 澳伯呢 其实呢 相对于这个 之前那几家 像这个银河娱乐呀 金沙呀 甚至这个美高煤呀 新豪等 它是比较落后的 它的走势比较落后 它的这个估值也比较落后 这个有多方面原因 跟它的这个管理层啊 还有一些 就是股权上的 这个分布等等 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吧 那么确实呢 就刚才呢 有些研究报告当中 也提出了 就是一点的 我是表示赞成的至少 就是说当中呢 它现在是少 极少数 或者说唯一的 还有一个新的 大型的这个 酒店赌场项目呢 准备落成的 还没开 这个将会是 就是像刚刚报告说的 是未来的催化剂 那么其他那些 我刚才所提的名字 基本上没有这个催化剂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再加上我就近期呢 它其实它的 你要有关注奥博的话 它的这个股权啊等等的 产生了一些变动 那么有的人呢 也说呢 未来呢 它会相对的 它就比较清晰了 就是因为过去呢 分的比较散 而且这里面 有的人说 甚至有不同的一些 所谓派系啊 等等的 那么现在呢 尽管你没有完全 就是化解这些问题 但是呢 至少呢 可能是这个 风险溢价下降了 明白 今年看奥博股价 那是即升了 有10.67%的水平啊 抱在10块4毛8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整体 澳门博彩股的一个 板块内部的股份表现 今天呢 全部是在上升 那么除了奥博 升得好之外呢 银鱼跟金沙升幅呢 都是在1%以上的 下一半方面 再来看一下 其他几支这个 博彩股方面 那么是涨跌户线 美高美中国 跟新豪国性呢 今天都是下跌 跌幅是在1.5%以上的 一个水平了 好的 那么第二节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曲节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呢 继续来跟白老师聊 音乐